來到殯儀館還是難以接受 寶貝兒子已經離開人世 一度哽咽講不下去 她就是公園命案的死者母親 五號清晨在桃園溫州公園 二三歲的成性男子被人發現 倒在地上沒了生命跡象 而最後一個聯繫上的就是她的女友 女友口中的多多就是涉案人之一 死者成性男子七月出車禍 當時多多有來探視他 並開口要求借用帳戶 約定使用一個月 期間也給成性男子四萬元作為報酬 事後男子拒絕幫忙 將帳戶停用 雙方引發口角 女子要求他還錢 雙方約見面 沒想到死者遭毆打還喪命 死者媽媽強調兒子不是詐騙集團 更沒有所謂黑吃黑 檢方將落網的三男一女 共四人以殺人罪送辦 另外鎖定第五名涉案人 道案說明 TVBS新聞林主委黃靖芬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